首先我们这个资料呢 各位应该知道一件事 我们是不是只有看到2018年4月29号之前的资料 1998年起到2018年4月29号 可是之后难道都没有登革日发生 不可能 那是因为说我们没有去做更新 跟开放资料同步更新 那因为没有更新 所以导致我们这里面 我们就算现在点重新整理也没有意义 可以了解重新整理 他说找不到档案 居然出现就是说 找不到c底下一个使用者 dcsd download底下的这个档案 好那不管怎么样 各位应该 我上次我的资料 因为放在c底底下 它会整个还原 所以没有了 可是因为我不更新人口资料 我只更新登革日资料 所以至少还是要请各位先把那个人口资料下载下来 我的人口资料是不是放在这里 go.glo.glo实现 ypzrxt 然后 然后 范例下载 范例下载里面 我请你们下载 人口统计 这个 这个你一定要下载下来 我只教你其中一个 开放资料更新 可以了解吗 请把它一定要下载下来 你看哦 现在我是不是放在下载里面 有一个叫做台湾各区人口树 当我今天这边重新整理的时候 它是不是又会重新去取用这个资料 好 因为我做重新整理 那登革日的资料 我不要再请你们从网路上 抓我的范例 我希望你们去抓的是 卫福部及时的那个网址 好 所以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首先你要知道那个网址在哪里 好 我们就去google搜寻一下 例如说登革日 登革日的开放资料 好 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所以这边登革日 疾管疾病管制署 资料开放平台 卫生福利部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它总共有10个资料集 这边你往下去找 有没有发现 登革日1998年起 每日确定病例统计 我用的是这个资料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探索 我们先预览一下好了 稍微等一下 这个好像都是英文是不是 如果是英文那要换一个 我们先看一下资料 资料与资源探索下载 然后请你仔细看一下 在真的都是英文 好吧 那我们不要看英文好了 因为我们还是喜欢看中文 所以再到 在刚刚地方重做 因为既然有英文 一定有中文 登革日 开放资料 这个 登革日1998年起 每日确定病例统计 政府资料 开放平台 然后接下来 我们去检视一下资料 然后这个资料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什么CSV下载 有看到吗 CSV下载 还有什么 XLSX 就是以下的档案下载 好 例如说我现在点它好了 点它 它是不是下载下来了 下载了一个CSV 当我今天点它 打开来 它其实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它的网址在这里 好了 那你一定会说 这个看不懂 因为都是乱码 ECL它没办法去 把它变成那个 去名店UTFDH8 所以我回到刚刚这地方 你有看到 ECL档案下载 所以点它 打开来 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CSV的档案放在这里 我重点是要这一个网址 滑鼠右键复制 可以吗 我只要那个网址 因为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今天开新档案 如果我们新增一个Power BI 你一刚开始就是取得网址 那我要恭喜你 以后别人变更 那是卫福部的事情 资料来源是卫福部的资料 它会一直加资料进去 你只要做什么事情 你只要做重新整理 所以当时 如果你是取得网络的资料 你只要在这边常用取得资料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看到 有一个叫做Web 有看到吗 所以直接把刚刚那个网址贴上 然后点选确定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就实际的做一遍给你看 比如说当我点了确定之后 然后这边他就说 我们确定是不是要连到 卫福部 那个CDC就是疾病管制署 好 政府机关 OD是什么意思 Open Data 好 连接 然后接下来 连接上去之后呢 因为资料量蛮多的 然后他说正在建立这个资料的连接 请稍候 然后接下来 你这边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档案原点 因为它是网络上来的资料 网络上的资料是不是都是UTF-8 所以是不是要把它改成UTF-8 在这里 它才会从乱码变到什么 我们看得懂的 所以只要当你看到乱码 记得做什么事情 改变它的编码模式 在这边叫档案原点 然后点选再入 那这个资料 它一定是及时更新到最新最新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至少79,000多了 然后我回到这个地方 个案发病日 我用D-减的方式排序 有看到吗 11月24号 听得懂我现在在讲什么 那如果说你拿到这个资料 日后你不用再去做任何的一个什么更新 你不用再做任何的就是重新再取得资料 可是我现在要把这个档案关掉了 因为我的这个档案 我的资料 请问是不是算到4月29号 你怎样补 我们不可能去补那个中间的资料 所以我们干脆直接把它的来源档案换成那个网址 所以怎么换在这边常用编辑查询 这边有一个叫做资料来源设定 资料来源设定是不是要把这个这个换掉 所以我们去变更来源 所以我们去变更来源 请把它直接这个路径 路径换成网址 然后点选 点选这个 我们是哪一种性责的档案 CSV 因为我刚刚是下载那个CSV 那个网址 如果说你下载是Json 那你要选择把这个开启档案的方式改成Json 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很抱歉我们要到后面 我们才能告诉你 因为你就是要接触到什么XML 然后也接触了 CSV也接触了 Json也接触了 你才能够去真的去感受到这三者 有各自的优缺点 好 点选 确定 这边是不是就变成一个网址了 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档案 这个档案我们也可以稍微变更一下 我刚刚是不是 浏览 我刚刚放在下载这边 是不是台湾各区人口数 好 开启 然后确定 然后 关闭 你看 只说已经不符合资料表中的任何资料列 最怕就是看到这种情形 看到这种情形怎么办 去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你看说 他说找不到 这里面找不到 这一个 他说这个 Key 不对 Key 不对 Key 不对 我们 我当时 我当时我去做那个台湾各区人口数 我是不是有去做了一些事情 他说这些全部都必须要删掉 可以知道吗 就是你记不记得我曾经有把那个标题啊 标题拿掉 把英文的标题也拿掉 他说这些我们必须要去移除掉 否则的话两张资料表不能并在一起 他现在问题点是在说这件事情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事情吗 所以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就是说 再加上我们这边又牵涉到一件事 我们的原子资料在这个地方下载里面 是不是有产生一个错误 就是本来我是放在下载里面 现在下载里面没有 我是不是又重新去下载 所以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当我今天我在做编辑的时候 请注意 就是我的来源资料可能要换成是网路上 换成网路上的话 那我们所有这边曾经做过的编辑 各位应该有印象 我们曾经做过编辑这边 只要你动到栏位 它可能就会产生 不让你去接资料进来 就是两边的栏位要一模一样 否则它不能接受 可以知道我现在之所以不能进 不能完成主要的错误 就是在于那个栏位 栏位这边不正常 好了 那我想我这边没有办法做到 你们也没办法做到 好 所以你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我们吃完饭回来再去试这件事 可是下午我们还要再继续讨论 这件事要怎么解决 早上我们在做这个范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希望它直接产生一个后续资料的接续 那我觉得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再新增一个好了 我再新增一张资料表 新增一张资料表 就做什么资料表呢 做各年 各年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先做 各年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叫做 看我们是要用发病日 还是要用 它这边其实还有跟日期有关系的 通报日 好 那通常发病日跟通报日会有两三天的一个差距 好 那假设我们以发病日来观看 发病日 然后确定病例数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算到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 这边稍微看一下 算到 因为我们所有的资料嘛 所有的资料 递减排序以下 发病日 递减 所以是不是只到2018年4月29号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呈现资料的标签 我们把这个资料标签稍微放大一点 然后因为登革日每一年发生数都不多 就只有这两年特别多 好 那这两年又以高雄跟台南最多 所以主要就是那个时候产生出来的 我先把这里面改成5 请你们记一下这个数字 40 可以吗 就是结算到2018年的4月29号 该年的登革日只有40例 可以吗 因为登革日号发生在是暑假之后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要看这个数字 加进来到11月20几号的这些登革日的资料 这个数字应该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绝对不是事实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就先来画这一张图好了 这张是不是叫做登革日各年八升的一个次数统计 所以我们在这边选择什么 群组织挑图 然后勾选发病日以及确定病例数 然后就可以完成登革日各年登革日发生数统计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先做这一个 我们因为要把资料换掉 所以你可能要先知道我们的资料 本来我给各位的资料是来自于网路上 这一个登革日1998年起的这个eSale资料 它其实应该是CSV的资料 好 可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为了希望 未来所有资料从网路上更新 我的资料就直接跟着更新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回归到 开放资料一定是来自于网路上 所以怎么样把这个资料换成是在网路上 首先你要先找到资料 所以我早上我有刻意的找 找这个资料在什么地方 我是不是就输入登革日 登革日开放资料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登革日1998年起 每日确定病例数 我就是用这个资料 检视资料 然后接下来 这边 这边 因为CSV它从网路上下载 它会变成乱码 所以我就直接点这个 XLSX 点下去之后 它是不是就下载下来 打开来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这个网址 CSV是这个网址 这样可以了解 我重点是要复制这个网址 复制这个网址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等于是说 我要把原本的资料来源更改掉 怎么更改呢 首先在这边 常用底下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有一个资料来源设定 这个动作其实我都帮各位做好了 有看到然后在这个地方 本来应该是在下载 字节本阶端下载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这个网址了 然后变更来源 然后记得把这个网址贴在这边 记得开启的档案选成CSV OK 那这些都做完之后 结果我们去套用变更 是不是一样产生不正常的情形 OK 那它正在评估 评估好 好 评估完毕之后 登革热1998年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此所引键 此所引键 所引键是什么意思 一张资料表里面 可以跟别人产生关联的 那个键 那一个栏位就叫所引键 举例来说 请问一下 我们这个登革热的资料表 是不是有做了一个叫做居住县市二乡镇 对不对 跟另外人口统计资料的居住县市那个产生关联 有印象吗 那个就是 所引键 他说所引键不符合资料表中的任何资料列 好 这句话应该没问题 好 那请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因为点这个档案变更不成功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这边是会看到 这个台湾各区人口数 我已经放在自己本极端里面了 这点要请你们自己去 从我的范例网站下载下来 这边有看到 这个不正常的 是不是这个登革热1998年起 每日确定病例统计 这边产生惊叹号 惊叹号这边是不是告诉你 反正你看完你看也不懂 大概是什么意思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Key等于Record 就是主索引键 产生无法对应 那既然产生这种情形 右边有没有看到 这边 这是曾经做过的步骤 可能你已经忘记了 因为这是上个礼拜我们做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关掉 以变更类型我们就把它关掉 这边是不是还是存在 关掉 再关掉 出来了 可以吗 出来了 请问你第一列有看到吗 第一列还是不正常 第一列我们是不是要把它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因为它的第一列 它的第一列 我是不是有跟各位讲标题 标题的特性是什么 标题列的特性是什么 都是文字 对不对 对吧 你现在看到都是文字 可是请问一下第二列 第二列有看到吗 这是不是文字 靠左对齐 的日期 这个是不是文字 这个也是文字 拉到右边去 拉到最右边 你去看 通通都是文字 连确定病例数的 阿拉伯数字也是什么 文字 所以这个档案变成什么 没有标题了 没有标题 那就是说塞进去 什么Color in color 那我们就把这一 就是指定第一列的记录 这是不是就变成 叫第一列的记录了 改成标题 可以了解 可以知道这件事吗 因为你到时候会遇到 千奇百怪各式各样的问题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 关闭并靠用了 有看到吗 仔细看这个事实 等一下会马上跳 我们总共有七万多笔资料 所以等它跑完 这个等待有没有意义 有 绝对有 你不用重划报表 这是不是跟以色谣就差很多了 对吧 因为以前我们在以色谣的时候 每一个月都要做一次报表 现在你还是要做报表 可是报表是不是一张图 然后去汇出就好了 有看到吗 刚刚是多少 事实现在就变472 你去看资料 这边发病日 发病日 是不是从原本4月29 变成今年的11月24号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你再多去比较几个 我们曾经在这个档案里面 我们是不是做了很多范例 比如说名次 看看说名次有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我想变化应该不大 因为那个时候 20142015算是特殊的情况之下 才会造成那种情况 这样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吗 我只改了一个地方 我只改了这个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刚刚在这个地方产生惊叹号 我只改这里 对吧 所有曾经做过的步骤 都还保留着 好 现在就要请你们动手来去 把资料 资料重新改好 这样以后就也不用存 也不用来源的内阁档案了 因为日后未复复 资料变更 我们的报表 整个都画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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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